好 再來關心到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昨天是很有自信的說 這桃園和新竹的參選人 總共是已經掛上了三十幅 和這侯友宜的競選看板 但是經過我們記者的實際了解 其實只有這參選立軌的桃園市議員 牛旭婷掛了一面帆布看板 這當中央和地方的認知出現嚴重脫鉤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和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起手相挺桃園立委參選人邱若驊 展現藍營大團結 我們現在是全黨團結一致 再三強調團結 因為最近國民黨挺郭聲音不斷 甚至傳出郭台銘會贊助挺郭派 小雞掛看板 黨中央未了要和郭台銘分庭抗禮 黨內要求參選人們 要掛上和侯友宜的競選看板 今天我們在桃園新竹地區 有三十面的電子看板 全部上線 都是我們總統跟立委的一起 大家一起來拜票 朱立倫對外公開表示 看板已經掛上 但經過記者實際到桃園走一遭 和事實有出入 二零二四年的大選將近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在四號早上聲稱 黨內的立委參選人們 已經掛上了和侯友宜的競選看板 他們甚至已經掛了三十個 但實際上有掛的人是少數 我連我個人的看板都還沒掛 我這個選區內 我現在一面看板都沒有 我們的還沒 因為Logan 我要看見我們這邊還沒有接到 所以還沒有做 現在是只有掛後面的這一副 對 這塊比較快 對 因為其他地方要早點 然後也要安排公班 幾位立委參選人們都說 還沒製作完成 根據了解 桃園新竹地區的立委參選人們 只有桃園市議員紐許婷 一個人掛了一面反不看板 跟朱立倫的說法有不小的落差 朱立倫作為2024選戰總教練 所謂三十面電子看板的說法 難道是為了撞聲勢 黨中央自己說了算嗎 外界看的穆薩薩 記者林靜庭 張宣 桃園採訪報導